美国前国务卿蓬佩欧访台第三天 在下榻的酒店举行了公开演讲 蓬佩欧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跨越党派的 台美也必须共同面对中国的侵略 蓬佩欧更是对现任的拜登政府喊话 美国应该以外交承认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而对外传蓬佩欧这回来台是有商业考量 行政院长苏贞昌怒斥说这是恶毒谣言 幽默开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欧来台访问第三天 举行公开演讲内容聚焦台美关系进展 蓬佩欧向现任的拜登政府喊话 应该对台湾主权进行外交承认 对台湾而言毫无疑问是一大加分 蓬佩欧会这么挺台 原因正是因为他认为台美要共同抵抗中国的侵略 明确表态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跨越党派 但现在传出蓬佩欧这回访台并非只是为了保台 而是另有商业考量 苏贞昌院长驳斥来收保护费一说 从国务卿接任后的蓬佩欧在美国政坛依然举足轻重 他也维持一贯立场延续挺台力度 记者凌晨杰小瑞生台北报道